前述观点 这场比赛证明 气满严肤现在的确有资格 在次中量前5 甚至前3的位置 但这一战之后 气满严肤就已经被拉下了神坛 大家好 我是左叔 这期影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气满严肤与伯恩斯4号的几个看法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 鼓励一下 首先 气满严肤与伯恩斯的这场人民主赛 基本宣告已经解除了对冠军乌斯曼的威胁 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如果气满严肤一旦跟伯恩斯 能够打满回合收场 无论胜负 这场比赛对于气满严肤 未来的对手 都是几具参考价值 也是这一招最大的看点 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整个战况 没有像之前四场顺风局 结束的那么轻松协议 反而从第二回合开始 气满严肤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 第一是面对逆境考验 气满严肤无论是战术进行 比赛心态 还是体质分配 都因为年轻人情绪化 容易冲动上头 一心寻求速胜 试图维持快枪走人生 也差点亮成了悲剧 因此保持冷静的头脑 严格执行教练的战术指导 是每一个拳手 在战场上的第一手则 第四是气满严肤赛前一直被开好摔跤技术 虽然一开始气满严肤就坚决执行自己的暴摔开场 但在一回合下来 气满严肤也发现摔伯恩斯难 摔倒后的缠斗更难 于是被迫战力打了三个回合 在背后帮忙被战的乌斯曼 以及伯恩斯本身天花板级别的8柔攻击 绝对胜利了大勾 所以未来无论是面对卡文顿还是乌斯曼 气满严肤的摔跤或许优势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太尊重了他的乌严肤 那是为什么我没有工作在地上 我当我碰到他第一次摆到他 他不是那么强烈 但当我摆下他 他专门严股严股严股 我说我不要摆脚 我摆脚下来摆脚 你叫我太激烈了 有一位女士到那裡 他接着跟车说 他跟车说 他跟车说 有热情 没有热情 不住热情 你不保险 他们不跑 他太危险了 所以 他们尴尬了很多 我跟车角辑的 我经常的 但一定 他跟车赶很灭 他太厉害了 但是 像我之前說,我有很多尊敬這些人 但我沒有超級男人,沒有殺人,沒有獵人 我看到一個人像我,有很多力量和心想要結束 但我認為他不是一個困難的人 我並不認為他就是獵人的獵人 我只是顯示了他人,我幾次被淘汰了 但這人是個獵人,我必須給贏 之前一直被猜測 質疑最多的是關於七馬耶夫的戰力打擊技術 這一次在小英和伯恩斯面前 雖然七馬耶夫是承受著考驗 但比起以往的任何一場比賽都要來的痛苦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之前的四場比賽總共10分54秒的出勤時間 七馬耶夫只挨到了兩次傷害 但這一次直接三回合打滿承受了119次暴擊 相當於把之前挨得重一次性都算輕 這場比賽賽後被爭議最多的點在於 七馬耶夫最後是以三個29比28一致判定拿下比賽 很多人認為這裏面是因為七馬耶夫的流量而出現了黑財 我覺得這個觀點一半對一半不對 首先不可否認的是 七馬耶夫的確是目前除了康納之外 當之無愧的流量巨星 白大拿著頭號青兒子 本身作為商業賽事 UFC沒有特殊招呼也不太可能 但是特殊招呼的前提是 如果雙方實力差距懸殊 這種硬捧的吃相會太難看 賽後的數據顯示 這場比賽的打擊數其實非常的接近 如果只看有效打擊數量方面 柏恩斯甚至還高出一丟丟 但相比於數量 UFC新版的打空規則 重擊殺傷力的權重可以大幅的提高 而整場比賽中 唯一一個被認定有效的擊倒 其實只有七馬耶夫在第一回合 直近烏斯曼打破的反加次拳 柏恩斯雖然有兩次擊晃七馬耶夫 但沒有被裁判認定為擊倒動作 這也是導致柏恩斯輸掉比賽的關鍵 所以大家覺得擊倒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賽後白刀拿為了安撫柏恩斯 主動提出多加5萬美刀的獲勝獎金 至於是獎金還是封口碑呢 大部會上 七馬耶夫脖子多了一條紫色的腰帶 意味著經過一年的時間 老王終於成為了一名子彈選手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 柔術藍帶的七馬耶夫 已經在UFC擊敗了三位黑帶選手 最後想聊的就是七馬耶夫未來的挑戰 就像之前說的 這一招最大的意義 其實是已經探出了七馬耶夫的深淺 原本愛心慌慌的烏斯曼估計比賽還沒有看完 就笑的解開拳道回家睡覺去了 至於白刀拿曾經公開表示 拿下柏恩斯就給七馬耶夫冠軍挑戰拳 結果賽前突拿改口 承諾七馬耶夫拿下柏恩斯 先給安排挑戰卡溫頓 這畫大餅打嘴炮的能力 誠心傷人啊 不愧是你 悲觀的說 按照現有的進化水平來看 無論是小紅帽卡溫頓超長的血條 還是終極BOSS烏斯曼幾乎無解的統治能力 七馬耶夫未來的勝算都不會太高 過程也會異常的艱難 不過考慮到目前27歲的七馬耶夫還在成長期 頂尖的硬件基礎再加上恐怖的爆發力 未來依舊還有希望 至於下一場是小紅帽不倒大灰狼 還是大灰狼生吃小紅帽 大家可以在評論彈幕里提前預測一下 好的 我是左叔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覺得視頻還不錯 長按點贊關注鼓勵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見